來,今天來講的是原子概說 原子是物質的基本單位 由原子核的電子和電子組成 包括質量電荷 來,使頓加利克實驗 就是展示了電子的自選和量子化的小動量 磁共振 磁共振包括核磁共振跟電子自選共振 不相容原理與在線景中有多電子 套利不相容原理指出 在一個原子內,兩個電子不能具有相同的四個量子數 周期表的建立就是 例如說EA組是清理那角度設法這樣子 X射線的光譜分析顯示了不同元素的特徵X射線 這些特徵線對應於內層電子的T牽 X射線的技術應用與元素分析、晶體結構分析 雷射是具有高單射性、相干性和方向性 就是用在通信、醫療還有科學研究、工藝加工這些 那今天就到這邊結束,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